歡迎大家又來到《周庸周圍講》節目 今天跟大家談什麼呢 大家其實都想不想到時間去得多快呢 《國安法》立法6月30日已經一周年 但明天星期五就有個研討會 官方研討會 夏寶龍也會出來講話 在他講話之前 我又想跟大家討論一下 究竟我們過了這一年之後 究竟香港贏還是對方贏呢 所以今天是值得跟大家整體講講 我們這一年黃黑暴反對派 對特區政府香港人 究竟大家走到哪一步呢 誰正在贏呢 我們是否已經贏得很厲害呢 其實我們沒有怎樣 其實是否這一年 其實我們已經走得非常之好 即沒有什麼輸 有都是少過少失 是否這樣呢 值得跟大家講一講 如果要敵我分明 首先一定要說敵最強是甚麼 很現實 敵方如果我們說一年前 最強那個 或者過去26年 最強那個 離不開 黎智英和壹傳媒 蘋果日報的集團 大家想一想 這一年發生了甚麼事 八月黎智英被捕 直到今天為止 黎智英還坐在監獄上 蘋果日報自動消失 自己停刊 雖然他還有錢捱下去 但自己停刊 你又想想 黃黑暴反對派最大的力量 如果不是黎智英加蘋果日報是誰 如果我們這樣一看的時候 敵方九成的力量 已經是半煙燒雲散 都差不多是真的 當然有人又會說 你不要那麼頂 可能他還有很多力量 肥佬麗 可能坐一兩年出來又再搞過 會不會有甚麼 你頂吧 不會有這件事發生 我想說多一件事給大家聽 其實在蘋果倒閉 在我來說 是一個完全意料不到的大倒退 理由是為甚麼 肥佬麗坐了入牢 但蘋果日報自己都說得很清楚 壹傳媒 他還有三四年的資金可以捱下去 拉張劍鴻 拉了周達權 但想都想不到 拘捕了他們之後 竟然有一個情形之後 是蘋果自動停刊 蘋果自動停刊 不是黎智英自己決定 而是在蘋果日報裡面 負責的人 既然自己坐下監 他還肯不肯揹 全部投降不肯揹 死了 還有甚麼 還有 你要想一想 蘋果日報 壹傳媒 既然還有錢的時候 為甚麼張劍鴻 周達權 會辭職 辭職代表甚麼 我現在割席 我不再做 你沒有人去負責的時候 那便要倒閉 豈不是要停刊 但你又要想一想 為何這兩個那麼重要的人 到最後都舉手投降 舉手投降又代表甚麼 周達權和張劍鴻 兩個都是代罪在身 兩個都被人拘捕了 張劍鴻更嚴重 周達權現在放了出來 即是保釋 你想想 有人知道黎智英 和美國佬 和其他方面的人 所有有做的事 誰知道最重要 那一定是Mark Simon 沒有了Mark Simon Mark Simon在美國 你鬥不到 但除了Mark Simon之外 有第二個人是誰 那一定是周達權 一定是Follow the money 跟著錢走 周達權一直都是 壹傳媒的財務總監 就算他不做的位置 都是他背後 老實說肥佬黎 這些錢的東西 如果要有調動 有一個人知道 一定是周達權 究竟他的姿勢是 財務總監還是CEO 沒有關係 這個人 是最重要知道肥佬黎 就是他現在辭職 有人工三百多萬 四百多萬人工一年 都不收你 還有幾個 如果繼續下去 最少收幾年人工 都不收 那代表甚麼呢 是否代表他有機會 轉為控方職人走去 現在 是跟國安部充分合作 救自己 不是救黎智英 如果我們這樣看 那你又告訴我 黎智英加蘋果日報 再加上壹傳媒 燃燒半雲散 還有甚麼力量 反對派黑暴的力量 沒有了中心人物 沒有了中心點 政治方面 亦沒有了支撐者 那你告訴我 十虛其九 我們的形勢是否好很多 好了 敵我 即是敵我對抗 最強的力量 十虛其九 走了 我們看看 我們有甚麼發生 除了肥佬黎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 反對派的力量 一定是他們的政治力量 那你又想想 立法會發生甚麼事 基本上十虛八九 自己自動辭職 走了 區議會 現在又是在辭職 接著就要宣誓 你可以告訴大家 基本上那裏又是沒有了力量 政治力量的損失 包括沒有了民主黨 公民黨 工黨 還有那些濕濕碎碎的那些 那你告訴我 你還有甚麼力量 是跟這個特區政府 和香港人去抗衡 這件事 就未到最最後那一天 但是你看一看 現在坐在牢 等著無法保釋那些人 再加上現在在辭職的區議員 你可以看到 香港反對派的政治力量 是否又是煙燒半雲散 當然我們的特區政府裏面 亦有人會覺得 我們應該有些反對派在 但這些聲音越來越低 沒有了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第一 肥佬黎背後的力量 肥佬黎公開的力量 再加上政治力量 全部都已經是飄著飄著飄著 不知飄去哪裡 你告訴我 這一年發生的事情 在我們來說 是否贏到開行 講這些不得不講恐怖分子力量 大家說 香港有沒有 先記住一件事 巴基斯坦炸彈也死了百多人 但是香港的恐怖分子 有沒有搞炸彈 當然有 光誠者做甚麼 但是一個炸彈未爆已經拘捕了人 你說這件事重不重要 如果我們看光誠者被拘捕的時候 原來發覺那些金主 是拿幾萬元的 也有這些人在 大家一定要知道 有一個光誠者 還有多少個光誠者在 拉下其他人 是否可以鬆走 走的人 大家也清楚 去英國最少十萬人 接下來英國人都開始 不行 你不要再搞LOTR 現在全部要申請才讓你來 在這一點 英國人都開始腳軟 換句話說 那些恐怖分子再要搞事的力量 有沒有呢 還敢不敢呢 你整個國安部 整個國安處 整個國安部在這裏追查下去的時候 你走得一時 你走不到一輩子 記住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恐怖分子我們不得不提刺警案梁建輝 那梁建輝是怎樣 記住一件事 梁建輝是自殺身亡 大家出來有些人 就出來鞠躬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 又做些事 你說到一些孤狼 孤狼分子自殺 大家又要問一句 你想去搞事的那班 有多少是想自己死的 其實是否想做完之後 然後坐飛機去了英國 然後優災猶災又有錢收 大家都是這樣想 叫你自己拋頭顱 灑熱血 不要說得那麼冠冕堂皇 要你死 還沒說已經害怕了 這件事是怎樣 大家看到 香港其中一個很大的力量 反對派的力量 在哪裡 大學 但這件事 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出來 搞了一個致敬 24小時立刻出來道歉收回 然後跟著特首出來說 吳可爾庭繼續要追查下去 那代表什麼 在大學裏面 學生傳統的反對力量 都是散感一大半 那你要想想 拉了一萬多人 大學生其實有多少 沒有三成都兩成多 那如果我們看 讀完大學出來那些拉的 你說有沒有五成人 有 香港是很多這些人 讀完書是讀壞腦 那這些是否沒有 那如果大學不再成為 這個恐怖分子的溫床 我問你 你還有些什麼力量 好了 講到這裡 大家應該明白到 我們在說過去一年所發生的事 夏寶龍有時怎樣跟大家說他的事 但我想跟大家分析整個形勢 我們今天的形勢是大好 當然我們也相信 當局是不會輕輕放過的 還要記住一樣東西 在我們這邊 還升了兩個人 一個升了兩個國安專家 一個做了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另外鄧炳強做了保安局局長 即是此消彼獎 那你告訴我 特首都說了 特首都說到明 我跟李家超說了 叫他最緊要搞定國家安全 這樣看的時候 我們的力量 基本上我們不說出來 但其實那個力量是越來越大 如果我們看完整個環境來說 你又告訴我 你寧願站在哪邊 你當然站在我們這邊 香港人那邊 你站在那邊有沒有定期 你很快 很快 很快 黃黑暴反對派 是沒有位置的 但不會這麼快停的 我們不會這麼快讓他停的 會繼續去的 好 今天跟大家說到這裡為止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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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